国民党共识因韩国瑜现身致辞 这次进军联发 免礼学弟妹们跟职严当上立委 也有三种方式 韩国瑜再次展现韩式幽默 讲究不管怎么来 接下来都要上警发条 眼看民主基金会预计三月改组 董事长依照惯例由立法院长出任 不过绿营传出杂音 韩国瑜有没有办法依照惯例担任董事长 因为还有五席不是立员代表 恐怕有变数 那韩国瑜院长他不止英文好 他对于中华文化的了解 出口成章引经据点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合适的人选 民进党政府不应该再针对这个职务分蓝绿 而是应该重视国会议长的这个角色 就是当时马政府把民主基金会比较多拿来作为一些两岸的相关的统合的这些工作 我们也听到一些台湾的公民社会的团体 有点担心 他们很希望这个民主基金会的运作可以持续保持在对的方向上 而不要走回过去的回头路 民众党立法院党团干事长吴春成 倒是认为既然有惯例就按照惯例 如果不按照惯例也要有特别的理由和说明 民主基金会董事会三月改组 韩国瑜会不会走回回头路 外界也将会放大解释 民众政府报道 民众政府报道